莫名其妙 那个地上有杀死 然后就失控 一辆红色轿车经过弯道时 突然失控撞上了护栏 左前方车头回损 驾驶赶到莫名其妙 它整片的话就是 是有的 连那个警员下去就 都在滑倒 12号晚上11点半 驾驶开过台中大坑东山路 天空之桥下面的大弯道 地上一大片的油渍 导致轮胎抓地力不足 整个滑出去 我那当时下车之后 开始后面就有机车上来 然后就是 就直接也是摔车 环保局货报到场对着油渍 是泼洒石灰粉 清理防滑 但是为什么在山路的弯道上 会有油渍呢 当天的晚上7点的时候 有发生一起 那个大型的运车翻覆 然后有漏油事件 打滑失控的车辆 驾驶自称当时 它因为进入弯道 失速根本没有超过30 之一是车祸事故的 清洁善后没做好 才会害它撞上护栏 要求赔偿修车费4万7千元 清洁对责出面澄清 石灰覆盖路面 吸油之后刮除 刮除再做第二次的覆盖 警方也有做一个 交管协助的动作 然后再请警方的车辆 做现场的来回 碾压试车 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人员再撤离 原先易影车反复漏了油 面积大约有三辆轿车的路面长度 虽然经过警车测试后开放通行 但雨水冲掉了石灰粉 再加上渗入薄油缝隙的油 碰到了水就浮了上来 车子一开过去就出事 令驾驶相当无奈 记得陈光瑞李渥珍台中采访报导